锦销联手好不容易把坠落山坡的装性驾驶拉上公路 8号上午8点多 装性驾驶经过台发线137.3公里处 疑似因为刹车失灵坠落山坡 因为大转弯 然后固然变有一个缺口 然后就直接坠落下班 正约20公尺 坠落现场可以发现明显车痕 锦销立刻展开救援 在树林里面隐约看到一台红色的车辆有开大灯 现在19救援车现在开始架设要营救的绳索 意外发生的原因警方正在厘清当中 由于山区持续下雨 警方提醒用路人要多加小心 大海新闻花莲综合报导